众所周知缅北的电诈猖狂 但韩国的电信诈骗一定会刷新你的三观 在了解完这个故事后 你会对专业的骗局有更深刻的认知 这个诈骗团伙每天纯收入都有几百亿 但是这次他们使到临头了 因为骗了一个工地上的农民工 他是曾经的特种兵王 退役后又加入缉毒警工作了数年 后来他因为逮了韩国财阀 被炒鱿鱼了 所以才来到工地上搬砖 这位农民工叫徐俊 平时老是本分 与妻子一起努力工作 忙活了大半辈子终于攒够钱准备买房 然而有一天 一个小伙子出现在工地上 放了一个信号屏蔽器 还故意损坏了架子 导致一个工人掉了下去 信号带着安全绳 徐俊急忙爬过去救他 其他工人们开始打电话联系老板 可刚说工地出事了 信号突然就断了 与此同时 在一家饭店里 徐俊的妻子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妻子对此半信半疑 表示要先核实一下 挂完之后他立马联系徐俊 不料徐俊的手机真的一直打不通 于是他急忙联系徐俊的老板 这回妻子害怕了 开始相信徐俊真的摊上市了 正当他要去警局时 又有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对方说完直接就挂掉了电话 这下妻子是彻底相信了 起身赶紧去警局 可还没出门 再次打来了一通电话 对方声称是徐俊公司给找来的律师 而且很着急地说 现在让妻子自己选择 要么让徐俊坐牢 要么就是和解 如果想要和解的话 现在就需要七千万 徐俊就能马上放出来 也不会留下任何案底 妻子如今关心 则乱脑子一片空白 连忙用电脑把钱赚了过去 可工地的实际情况却是 徐俊把那个工人救了上来 老板也赶来了这里 看到情况并不是听到的那样 这才如是重负 然而他们没有察觉到 此时所有工人的家属 都以刚刚徐俊妻子被骗的方式 给骗走了家里全部的积蓄 完事后 工地的信号屏蔽器也被人拿走了 徐俊这时手机才有了信号 发现妻子打来了无数通电话 连忙打了回去 妻子询问她是否已经从警局出来了 徐俊听完满脸问号 什么警局啊 妻子又问是否认识一个 叫金颜秀的律师 徐俊表示不认识 妻子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她匆忙去银行拦截 但为时已晚 因为被骗走的钱 已经被骗子分批取走了 失去辛苦挣来的积蓄后 妻子悲伤地坐在地上 之后她再回去的路上 那个骗子竟又打来了电话 没多久妻子被送进医院 因为车祸 她成了职务人 徐俊坐在病床前看着 突然老板打来到了电话 一直在向她道歉 认为是自己不好 让全体员工被骗 所有人没了的钱加起来有30亿 没等徐俊回应 老板语重心长地和她道了别 徐俊察觉老板状态不对 担心她想不开 连忙赶到工地 但老板已经自杀了 很多被骗的人都来到警局里 可警方表示现在根本追不回来 因为那些钱权被转移到了国外 他们也无可奈何 在老板的葬礼上 一些员工开始大闹 认为自己一辈子的继续全都被骗 全都是因为老板给他们家属说工地出事了 不然家属也不会关心则乱 听信骗子的鬼话 徐俊想制止他们 可有人拉着他说 你警察是咱们 你还要杀手吗 我就是杀一股杀的人家 我和你 随后徐俊找到老板的秘书 从他这了解到 老板之前接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电话 他将员工的信息提供给了这个保险公司 可徐俊调查后发现 这个保险公司是假的 他突然想起 工地曾出现过一个纹身小伙 他并不是工地的员工 凭借有过几年的基督警察经验 徐俊靠线索追踪到了这名小伙 此时这小伙找了好多个外国人 准备把他们卖到国外去做诈骗 但在出国的路上 徐俊硬和拦截了小伙的车辆 二话不说 钻车里把小伙抱揍了一顿 成功让小伙松口 他表示自己只是个小跟班 他的上级叫朴市长 随后徐俊把小伙送到警局里 想让局长把普市长抓起来 然而局长说普市长只是韩国的代理人 真正的头目叫出声 现在不在韩国 局长还劝徐俊不要管这件事 但徐俊无法做事不管 他只想把钱追回来 将诈骗团伙一网打尽 于是他制定了一个详尽的计划 首先就是找一名电脑高手 以前徐俊当警察时 经常寻求对方的帮助 很快两人通过普市长的手机号 查出了具体位置 两人马不停踢来到普市长 在韩国的诈骗窝点 但徐俊发现 警方也出动了 似乎也打算抓捕普市长 但徐俊清楚 要摧毁整个诈骗组织 只能加入他们内部 他直接前往普市长的办公室 谎称自己是纹身小伙的朋友 为了获取信任 他表明外边的人是条子 普市长的手下连忙跑去检查 果然在这家伙身上找到了监听器 普市长立马让众人毁灭证据 此时警察也冲了进来 徐俊与普市长一同逃离 眼看就要被追上 徐俊让普市长从楼上先滑下去 接着他把追来的警察全给放倒了 然后他也顺着绳子滑了下去 结果在逃走时又遇到了警察 徐俊毫不犹豫帮普市长拦住了他们 此时局长一把扯掉了徐俊的口罩 看到他的脸后直接猛了 趁对方没反应过来 徐俊赶紧逃离了这里 坐上了普市长的车 并表示自己在国内混不下去了 普市长看他救了自己 便给了他一张明天 让他去国外的电诈组织总部 自己会提前给那边打声招呼 随后就让徐俊下了车 完事后徐俊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 把普市长的车辆信息告知了警方 务人妻子的手里后 起身前往国外找那个组织 势必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很快徐俊来到了国外 拿着明天来到了普市长说的地方 并找了街头人 结果他们把徐俊抓了起来 还查看了他的身份信息 其实这些信息都是伪造的 好在他们并没有发现 接着他们把徐俊的头蒙上袋子 将他带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聚集着许多新人 他们要么是在韩国生活不下去 要么是被通缉 所以来这里想要挣大钱 徐俊跟着街头人来到了一个 有几百号人的大厅里 此时他们正在上课 给自己加油打气 随后街头人给徐俊安排了地方 把他交给了几个老员工 他们一般都是四人一组 每组人都会分到几百个目标手机号 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给这些人打电话 如果有人上当 那么四人就会互相配合 有演检察官的 有演警察和银行工作人员的 没意会 几人就骗到了一个小年轻 但他们都和对方说过话 几人就让徐俊演银行工作人员 只需引导对方把钱转过来就行 就在徐俊报收款账号时 他故意拔掉了电话网线 而在第二层的监管部门 立马监听到不对劲 因为每部电话都有人在监听 很快保安部的人就找了过来 质问徐俊为何挂断电话 突然有人看到是网线掉了 保安这才放过了徐俊 之后在吃饭时 徐俊了解到 这里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份工作 他们不是被强迫过来的 因为只要骗到了人 就会有提成 当然也有些业绩差的 他们会经常挨揍 徐俊故意套近乎 从几人这里得到了消息 原来诈骗头目出生在企划部 那里工作的人 全都是高智商高学历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话术 然后把话术传递给下边打电话执行 这天 出生来到了这里 让一个人跪在地上 理由是业绩不好 还一心想要逃跑 接着让保安部的人 把这家伙修理了一顿 活生生把腿打断 此时在韩国 警方抓到了普市长 从他这里获取到了出生的信息 警方决定出国抓捕出生 而徐俊现在已经知道出生是谁 并摸清了诈骗团伙的运作方式 他发现 这群人会花高价购买国内的一些个人信息 比如大企业的应聘者资料 招投标人员的信息等 他们利用这些人的心理 来制定一套专业的骗术 晚上 徐俊潜入出生的办公室 使用他的电脑给黑客朋友发邮件 让他带警察前来这个地方抓人 然而他还没有意识到 保安部的人已经发觉徐俊失踪了 他们迅速封锁了整个大楼 徐俊不得不躲进通风管道 然后悄然地从管道钻进卫生间 保安部的人很快就找到这里 徐俊假装这段时间一直在上厕所 但他们还是把徐俊抓了起来 关进了禁闭室 与此同时 大厅里正在进行几场大规模的诈骗 因为出生通过渠道 购买了一家大企业的面试名单 上面列有最近应聘人员的个人信息 他们专门编辑了一套话术 挨个给这些应聘者打去电话 说他们通过了应聘 但现在需要缴纳保证金 那些应聘者沉浸在被大公司选中的喜悦中 完全没有意识到被骗 纷纷缴纳了保证金 徐俊此时还被关在禁闭室里 他心急如焚 因为他知道外边正在进行几场诈骗 他要阻止这些人 突然外边来了个小伙 他是被强行抓来的 由于做不出业绩 被安排在这里打扫卫生 小伙把徐俊放了出来 随后徐俊直接来到电力控制室 破坏了所有的电闸 完事后前往出生的办公室 偷走了出生的手机 出生很快就察觉不对劲 保安部的人也发现徐俊已经逃离禁闭室 开始全面搜索 他们甚至开始转移阵地 此时徐俊躲在大厅里 但里边的人还是发现了他 徐俊连忙夺门而逃 将众人反锁在里边 接着来到电梯井里 但保安部的人还是追了上来 试图在这里劫徐俊 可徐俊以前是特种兵和缉毒警 哪有那么好对付 徐俊凭借敏捷地伸手 逃过了层层抓捕 最终爬到了顶楼 立马拿出手机发信息 因为刚才在屋里没有信号 但很快那些人就追了上来 好在徐俊已经把这里的详细地址发了出去 因为徐俊之前发了大概位置 韩国警察都追到了这边 但不知道这个诈骗窝点的具体位置 直到局长收到了徐俊刚刚发的短信 里面是位置坐标 立马起身前往 而此时在诈骗窝点里 徐俊被抓了起来 出生也查到了他的真实信息 并找到了他家人的信息 扬言要把徐俊一家全部嘎掉 徐俊开始狂飙演技 装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 出生等人还不知道 此时警察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在出生要送徐俊见太奶时 突然被外边的骚乱声吓了一跳 徐俊也不演了 直接挣脱了绳索 出生见状连忙逃跑 刚准备从顶楼跳下去 就被徐俊抓住 两人随即在顶楼打了起来 可出生又怎么可能是对手 很快就败下阵来 枪还被徐俊抢走 不停求饶很快局长就找了过来 正式逮捕了出生 不久后那些被骗的农民工 全都收到了一笔钱 是他们被骗走的钱 而徐俊因为铲除了这个电诈组织 领导们让他又回归了警队 从此专门铲除那些电信诈骗